变形记农村小伙生日大哭 无意间爆出新剧 可以出书了少年 应该有很多人也看了一部综艺节目 这个节目就是变形记 这个节目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收视率也比较高 虽然说这个节目很久以前就有了 但是之前的模式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也知道 在我们心目当中 以前的农村是很贫穷的 而且生活也比较艰苦 现在虽然说农村的孩子到了城市 但是也只是换了一个环境而已 现在的农村生活还是非常好的 城市的孩子到了农村之后 也顶多就是多干一些活 交通没有那么方便吧了 在最新的一期节目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有三个农村的孩子 到了这个城市的家庭里面 三个孩子的相处并不是那么的愉快 而且经常在一起吵架 有一个农村的小男孩 在自己生日当天却突然哭出了声 网友们一开始也是非常懵逼的 但是这个农村小伙 却蹦出了金句 我的身体能够接触万物的风吹雨打 但是我的心里寂寞不够 网友们纷纷表示可以出书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